双十一 如果说最忙呢 就是10号的凌晨 我们所有人都要上直播 一直结束到第二天 就是11号 我叫李响 卓卓人 今年34岁了 现在是一名淘宝店主 是做大门女装的 身高163 是200斤 这件衣服就是一个三叉的一个 相当于是160斤左右的穿的 但这些衣服 大件的羽绒服什么的 都是为双十一准备的 双十一的话 我们是从6月份就开始了 到现在 版型的确定 双十一当天 我们要为客户出多少款 什么样的款式 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 我们要达到一个金款 得达到客户都是很喜欢的 我们也不能有压货 因为我们做现货 我们还要流行 它要做的性价比很高 这些是最大的难力 我们是属于自主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 一条龙的 没有依靠外来的东西 全是我们自己的 我都要参与 但是主要是设计这本 先把图纸画出来 正常码的区别太大了 你的大臂基本上都是要有弹力的面链做 这样出来以后呢 你的大臂才很舒服 这是我们大门首先要注意的 不仅是要保暖 能穿舒适 还要显瘦 要时尚 做的都是比较大的威领 或者是翻领很大 显着我们会瘦弱一点 因为我是摄影师 但是呢我还是模特 先要打板 打板呢就是要打我的体型 还行吧 这个屋就是我们一个样衣工作间 这个模特你看看特别有特别 是一个5X的 按照我的身材比例做的 我们的衣服呢 一般是四个尺码的 2X 3X 4X 5X 基本上呢就是140斤到200斤左右的胖姑娘穿 没从事这个行业之前 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买不到衣服 以前淘宝也没有太流行 只能去十几天买衣服 你进去以后 导购就会说 不好意思 没有你的尺码 你连试都不用试 非常受打击 我是从2016年的8月份 开始在淘宝上开始做 这个大门女装 从事这个行业以后呢 我们对衣服来说 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穿的 也没有什么是我们穿不上的 特别是我们服务的人群也都是比较胖的 然后我们也比较胖 大家都是一个很平的很开心 这么一个交易的过程 所以说这种自卑感 就在这个电商上面是没有的 我们刚开始应该是找了很多种不同的渠道 比如说外模 中国的模特儿也拍过 那些比较有名的也拍过 但是呢他们拍出来的感觉 跟我们想要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就是非常的有距离感 后来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拍 最起码很真实 它也会有一个感同身受的一个感觉 200斤我穿的5X 晚上大概是7点到晚上12点 作为我们的主播时间 我会从这件衣服的研发 设计生产 我都会跟他们说的很细 他们很喜欢听我讲这些东西 觉得能学到不少知识 也能对这件衣服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粉色系的 特别显白 比如说你偏黑的皮肤 黄皮 一定要穿这个粉色 可以搭一下黑色呀 搭一下米色大衣什么的 我也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 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很融洽 跟朋友一样 互动特别棒 我们什么都聊 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直播当中 剥着衣服的同时 我们有可能就会唱起来 客户的话有可能就是 他想我今天我生日 然后今天我来看主播了 那我们这几个主播 不悦儿童就会给他唱生日快乐歌 然后他也会感觉非常幸福 然后我们也特别融洽 这种不是一次两次了特别多 还有就是我们在主播的过程当中 有人说我都要抑郁了 我都想看你们主播 就是能给带来欢乐 从事这份职业一来 朋友越来越多 这种感觉是特别棒 10月中旬就基本上不卖货了 大家都要等着双十一当天 当天的量肯定很大 比平时会大几十倍吧 它是一个瞬间的爆发 就是0点到2点 是最棒的销售额 接下来的话 一整天还会好 但是高峰就过去了 其实跟平常的一个月的销售额 是一样的 差不多 第二天就开始发货了 最棒的就是库房了 我们所有人都要上的 24小时不停发 两班倒 后半夜特别困 两三点钟困的都已经 头都抬不起来了 然后可能明一会儿 然后就急干 基本上发个三天三夜 就发完了 16年发货的话 我们整整花了将近小一个月 我们所有的员工的家属都来发货 我们要看着货 因为在外边我们要看着点 然后我们就去在车里边 痛病快乐着 只能这么说 去年双十一 就这几天发货时间 我就让我爸来 因为我爸做饭特别好吃 来了以后呢 就给大家加餐 各种肉各种炖 就是觉得大家很辛苦 没白没黑的 没甜没夜的在干活发货 把大家那两天都养胖了 我们美工回来都说 我都胖了好几斤 双十一过完以后 接下来的一个月 也是一个特别淡的一个季节 因为大家都要等双十二 到最后呀没呀货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 以前我确实是这种感觉 觉得瘦太好看了 胖真的是特别不好看 可是现在我觉得就是 谁有谁的美 谁的美都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用我自己的一些自信的感觉 坚强的感觉 向上的感觉 去感染别人 我觉得比自己去努力的 改变不了自己 还很难受的感觉 应该会好 那咱们就先把code tree上以后 咱们再召集客服跟运营人员 一块研究一下颜色 未来的路上 大门女装件还是要有我的 我们也会从新出发 设计好更好的衣服 更好的款式 让更多的胖姑娘 穿起来更漂亮 更时尚 今年的备货量 大概是四五万件 我的期望就是卖光 一定会不应该 建议的 我去祝美 快能带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